這邊都是用編織出來的 用毛線編織的兔子 聖誕樹還有蝴蝶 不只色彩繽紛 模樣也相當可愛 疏於編織團隊由民權國小校長龔文青帶領 在國寶及且擁有60多年編織經驗的 陳國寶貴老師 錢建秋老師及編織團隊努力下 花費半年時間完成展出作品 讓松山區街頭在聖誕冬季 也能像春天一樣繽紛燦爛 像彩虹這樣子 美麗花亮 再接下來這個是什麼 聖誕樹 不是啊 是標誌 特別是標誌 這邊都是用編織出來的 然後再縫上去 怕人家摸的時候 再加強熱熔膠的連接 然後這裡有雙雙對對的蝴蝶 所以這個整體的名字就是 因為去常抽要兔子 這指 綠兔吉祥 狐林門 然後蝴蝶來了 所以這一隻有一個很大蝴蝶 本來是點燈的喔 後來因為怕危險 就是把燈給拆掉了 所以我們不點燈 我真的覺得老師很厲害 從20歲做到80歲 從郭媽媽做到郭奶奶喔 這個真的是我們 樂林健康的最佳點 那我們再給郭老師一個掌聲鼓勵 謝謝老師 那今天除了老師的作品 會一直展到這個燈區的一個期間之外 另外我們今天也特別邀請了616的團隊來 那待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616的這個糕餅 616其實是我們松山區這邊 這麼做這個金上民主導的一個單位 也有這樣的用心 讓孩子們除了這個科業之外 也有其他的興趣可以在這個圈區裡面做互動 數一編織作品即日起在松山捷運站3號及4號出口 展至112年2月28日止 歡迎民眾踴躍參觀欣賞 記者李奇惠 台北報導